家喻户晓的品牌Lexica在1984年的时候推出过一个混响的机架 EU的这么一个设备叫做PCM60 很多很多老一辈的录音师混音师可能都对这个设备非常有点熟悉 因为太流行了 是一个非常买得起好听又好用的一个设备 而我们今天看的一个插件来自于Wave Alchemy 他们专门做了一款插件来模拟PCM60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大家好我是Alix 这款插件叫做Pulse 实际上你看这个界面就是完全是PCM60的那个模拟 PCM60现在仍然可以买得到 而且说实话也是一个相当无有所知的这么一个混响的设备 你如果想去做直播也好 尤其是直播长歌的人也好 我特别特别强烈建议你们去找一个硬件的混响的设备 这样的话你不用特别多的去纠结你跟这个宿主软件之间的 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去用硬件了 而且用硬件可能用起来有时候 大家也会比较的懵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强烈推荐即使这个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的设备 仍然是一个相当相当好定的设备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Pulse 本身PCM60它就是一个廉价一些的混响的硬件 只有两个效果 一个是Plate一个是Room 你可以看到这个Program 第一个是Plate平板混响 然后是房间混响 尺寸从小到大 时间从短到长 Contour就是它会帮你提升某一个部分的声音 比如说你希望低频多一些 高频多一些 或者是全频 或者是Flat 往下这个地方Delay 就是预延迟 Smooth实际上是帮助你去平滑一些它里面的声音 Dark就是闪避 你的声音进来以后 它会先躲开始 就类似于侧帘闪避的功能 如果你觉得你的混响实在太多了 你可以稍微加一些这个 这样的话在你的 比如说你主要的唱的时候 不出声的时候 它的混响会回来 帮你去有一种很好的那种填充感 这个Flex实际上就是它里面的Modulation的一个声音 你可以让它去增加一些趣味 听起来好像有多一点合唱 或者Modulation那种感觉 所以咱们来一起来听一下 我先把它放到平板混响 咱们放到一个Size 差不多不要太大 OK 试一试 没有的话是这样的声音 放进去 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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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hing is a waste until it runs out I built myself a castle just to climb down And rifle through the fragments of my youth 你会发现它特别特别的 这个插线的声音很平滑 很不那么明显 尤其是用小的这个短混响的时候 你把它关掉 你会觉得哦这东西没了 但是你如果开的时候 你觉得我到底开不开 这种感觉 往往这种情况下呢 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我们把它放在稍微大一些 没有的 没有的时候就是声音就在这儿 听一听大会响 第一瓶多些 很好听的一个声音 and one way of my love it's gonna be a while 闪避 til I know who I am again after you 好试试房间好像 我希望有多一些那种合唱的感觉 这儿没有的 非常不明显 但是非常好听 我特别喜欢这种 有能力增加一点点的这种 我想稍微大一点点的放进 然后把时间稍微放长一些 你也可以用这个去bypass 就可能感觉好像更直观一些 我们再听一下它的平板呢 咱们听一下Room的大的 Pretty little bottles one way in and one way out my love it's gonna be a while til I know who I am again after you 你可以加一个高切 有点类似于这个 大听混响的人感觉 没有的是这样的 我们换回平板 我特别喜欢平板的声音 I can see the mood now as the fall clears the stars were burning we just looked away 但是平板你要把这个高切关掉 因为你要的是高频的那种感觉 and I'm griev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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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ndred little lives for every season you have parts of me that I don't need 好听 非常好听 I tried I could not fight the chi 所以呢这个就是Pause 来自于Wave Alchemy 可能很多绝大多数朋友 没有听过的一个牌子 但是有时候经常这种 小品牌的一个插件 做得相当不错 相当好听 我特别喜欢小的插件 像这个呀 还有像Little Plate 都是特别特别的可爱 好听 好用的这么一个插件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了解一下 这是我刚刚从这个 Gearspace上发现的这个 品牌 以前没有听说过 但是用起来觉得 非常好听 好吧 那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支持 别忘了订阅频道 咱们下次再见 好好学习 天天下事 拜拜